歡迎回來收看現場 繼續關心到明星方面的消息 這是台灣第一間五色咖哩專賣店在NICE百貨開幕 雜誌推出到黃、綠、紅、白的五色咖哩 提供民眾的挑戰 竟然到五色咖哩沒有添加到人工的食材和化學的香草 完全展現到天然香料和各式實在的元素風味 超過三公分高的地牌是自家很香又很脆 真Q的白米飯搭配了雜誌所製造的咖哩醬 這就是堅持到國民美食日式黑風咖哩 使用了天然的蔬菜去調配 基本上都不放人工色素、香精 我們都一律不用這樣子 看準到自己的國民眾對美食的消費成立 雜誌共希望提供特殊的餐點 是特別推出到黃、綠、紅、黑、白、五色咖哩 藥者說 他們是全台地間五色咖哩的專賣店 其中藥者特別推進到黑咖哩和白咖哩 白咖哩的話是日本在日本北海道他們 因為北海道正常滷肉跟鮮奶 然後所以他們就研發了這道白咖哩 利用很多的辛香料加上鮮奶跟起司 下去研發了這樣子 然後把它統稱白咖哩 那比如說黑咖哩的話 黑咖哩的話是歐洲在義大利那邊 他們利用墨魚汁 新鮮的墨魚汁 就是跟義大利麵 義大利墨魚麵一樣的意思 一份特餐有前菜、濃湯、主菜和白飯 價值得真白價 在歷空一數年年齊進出到 本來是百歲第一樓 現在要領一條賣酒的咖哩 只要吃飯時間 用餐的賓獎都很多 謝忻新聞庫耀 鴻家旗七 蔡鳳博德